救护车呼啸而过 客枪远景马路上奔波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传出恐攻事件 街头散出浓浓不安气氛 当第一日上午九点半 安卡拉政府部会周遭 先是枪声四起 随后发生爆炸 但据官方表示两名激进分子 在外地杀害司机 劫走车辆随之来到内政部大楼 试图创入遭警方拦下后引爆炸弹 两名凶贤当场逼命 事件还造成两名冤警受伤 幸亏没有生命危险 监视器画面上爆炸发生时 行人吓得拔腿狂奔 事后官方再派出防暴小组 引爆附近可有物品 救护还有罗之鱼 当日土耳其国会开议 总统埃尔段演说中再痛批 因为土耳其政府 与激进分子的恩怨 过往不止一次遭到恐攻 上次二零一六年因事中心爆炸 造成三十七人丧命 但安卡拉已经多年不曾发生此类事件 近日情况已未能确认 是否有激进组织涉入 详细情况仍带检方深入调查 3点新闻 林云韩报导